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蓝夏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新闻开始要带来看的是,针对两岸服贸协议所引起的争端 县长林冲贤就今天表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台湾必须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协定的谈判 但是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而且要有相关的监督机制 同时也必须兼顾弱势者的权益 他也强调,只要是对台湾有利的协议都会支持 针对两岸签订服贸易协议所引发的太阳花雪运 县长林冲贤今天表示,学生诉求很简单 就是先立法再审议 他认为政府必须正面回应学生的诉求 签订定监督机制再进行实质审查 台湾要跟每一个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 我们一定要去谈,不过我们要求的是透明公开 同时能够保障弱势者 尤其是经贸的发展对于有一些产业是好的 有一些产业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基本立场都是一致的 那当然这次学运它最重要的是 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两岸监督机制 我们希望一贯的立场就是先立法 让两岸监督机制有了 那要谈服贸,其实各种贸易的谈判以及后面的货贸才能够顺利 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应学生正面的诉求 至于是否赞成两岸服贸易协议 县长指出任何贸易协定都有得有失 政府有义务让人民了解 而且要有配套措施 辅导受损的产业 把伤害降到最低 他也强调只要是对台湾有利的协议都会支持 我觉得挺不挺 因为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非常多元 那我们站在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一下都全部了解 不过我们对于台湾要走出去贸易这件事情 我要持正面来看待 所以任何对台湾经贸有失有得这个过程里面 政府应该要有一些 这个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 那个内容跟管制的机制 那我想这个我们对贸易的 跟WTO的这个要求的标准 我们应该要一次 所以对台湾有利的 当然是这样子 宜然新闻记者 来福星采访报道